大家好我是阿天 然後現在人在公園喔 來看一下這一款叫做斐射夢境 那飛射夢境 然後這個是玩家推薦給我的 然後來試試看喔 那我有看到他輸入這個兌換碼 GIFT100可以獲得100抽喔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說這款遊戲到底是怎麼樣 他說有點類似劍眼珍喔 那來看是不是跟劍眼珍有點像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闖關後進入戰鬥 準備進入戰鬥 喔右上方這是掛網的這個資料 嗯這個 按戰鬥開始開始戰鬥 他是可以即時的放大招嗎 喔對齁 咻咻咻咻咻咻 喔喔戰鬥方式跟劍眼珍有點像 好我們再來 喔喔法師來了 喝水 喝水我這邊沒有水 在媽媽那邊 雷霆玫瑰艾莉爾 自立英雄造成魔法傷害 然後他是三個元素水克火 水克火然後土克水 應該還有一個木吧對不對 法師 必殺技 啊一樣會有二級三級 這個應該是用什麼進階石之類的吧 兩次攻擊 呃這個是給護盾 準備進入戰鬥 好所以我們要把他放到後排 這樣子 好OK 戰鬥開始 三個肥料 大招 好 穿裝備 好都是一樣的 點一下 升級 裝備 稀有 稀有 精英跟神話嗎 看一下圖鑑 現在還不能看 好我們先繼續點關卡戰鬥 這邊應該都是都是一樣的吧 新手流程應該都差不多 來拍大招 哎呀怎麼傷害這麼低啊 對你可以自由的控制大招 所以這個是跟劍眼圓真一樣的這個這個操縱模式 闖關中 喔還有自動闖關喔 那這樣子的話 應該主線地圖不是很難喔 所以他可能是跟劍眼圓真那個樣子的就是 主線定圖男的這個這個類型不打一樣 像放置英雄啊 他就是主線主線地圖 他的難度不高 他的玩法是在其他地方 那烈火戰技無盡真圖跟劍眼圓真就是主線推圖男 他這邊有一個自動闖關 所以我會覺得說他的主線可能不是那麼難 他有可能鎖你的角色等級 用其他的機制來來做一些策略 目前是猜測啦 像劍眼圓真你給他自動主線推圖也沒什麼意義 因為他就是一直重來 你還是要 可能還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 你還是要調陣容啦 好提升等級了 這個 課金的那個那個道具也是鑽石 貨幣 我們直接跳過 跳過動畫 好 只有他一個人喔 好 好 我連續點三個人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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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這個動畫有點長 他增加護盾了 哎呀哎呀我的法師掛掉了 好繼續 他這個過關沒有什麼星級 所以說死掉也沒關係 好我們再來 角色是不是要升級啊 給他升一下 一鍵穿戴 升升升升升 啊對還是可以進階 沒錯都一樣 OK開打 喔太好了 好自動 現在是兩倍數 要像那個放置英雄啦 一開始給你12倍數 喔那個就還蠻爽的 所以放置英雄啊很快 我就覺得玩得很開心了 來任務齁 又是鑽石 回到冒險關卡 現在應該還沒開始抽卡 還在主線任務喔 自動放大招 欸好像快了一點齁 因為那個戰鬥速度加速了 好期待趕快來個三倍數喔 好這個是帳號 帳號的這個等級提升 提升到三級 欸剛剛三級有送VIP嗎 不知道有沒有送VIP喔 續續續續續續續 好繼續繼續 欸剛剛那是普通抽嗎 喔果然齁都是酒館 主城開放 喔都是酒館 然後又是2700 召喚 喔 紫色的喔 菁英的 離群之刺 卡尼 哇 攻守 攻守感覺上弱弱的耶 穿透 哇是老鼠嗎 會中毒 毒爆發 狂暴射擊 命中路徑 對啊 這隻我覺得我覺得不怎麼樣 好沒關係齁 好了 好了 也不用特別刻意刷 刷手抽 因為這個 輸入那個 輸入那個什麼 呃 輸入那個兌換碼 可以來個 來個100抽喔 希望這個100抽是 直接讓你100抽 而不是說什麼 什麼玩了幾關送10抽 玩了幾關送10抽這樣子 喔 這是他剛射出的那個東西 但是這個遊戲的動畫 呈現覺得還不錯 好了 好了 菁英的加減給你升一下啦 好啦 升一下升一下 OK 升一下升一下 畢竟是主線的嘛 呃 欸 這邊什麼東西 我我我我可以輸入那個兌換碼了嗎 看一下喔 設置 兌換碼 好 我們來輸入兌換碼 GIFT 100 讓我來看看 讓我 啊 還要通關二喔 哎呦 真的是 好 沒關係 至少這個這個兌換碼沒有騙人喔 GIFT100 GIFT100 開始有封囉 成像起封了 我現在人在公園呢 顧小孩玩的時候錄影 不浪費時間 來玩的時候錄影 對 好 繼續挑戰 準備進入戰鬥 喔 跳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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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趕快 我要趕快抽卡 告訴我 我的名字吧 我叫做 我叫做阿天啊 好 修改成功 好的阿天大人 很高興認識你 OK 這是BOSS 一定過一定過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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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過關了過關了 這個戰隊等級提升 可是好像沒有說他 沒有沒有說獲得VIP經驗 恭喜你過關 十連抽 太好了太好了 那十連抽 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十連抽 還是不行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來個一百連抽 我才爽 這是二的吧 沒錯了齁 沒錯了齁 通關第二張送十連抽 十連抽不夠 不夠不夠 我要一百連抽 咚咚咚 哎呦 第二張開始有點難了耶 哦 開始有點難了耶 那麼快就開始有點難了 齁 除職 月卡 常駐商城 每天都可以領一次 這個都一樣 限時特會禮包 累负禮包 英雄禮包 來 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英雄好了 圖鑑 有這麼多齁 所以他的屬性是什麼樣子啊? 神話 這是什麼屬性? 應該也是一樣吧 半神惡魔然後火水 火水土 欸不對喔 他只有四個陣營喔 火水土風嗎? 四個陣營而已是不是 欸好像只有四個陣營耶 火水土風喔 所以水克火 火克風 然後風克土 是這個樣子嗎? 沙漠之子 好 沒關係我們先不要看角色齁 我們先來個 我們先來個這個 這個100抽吧 還要等級10級喔 好吧 那我們就先來個這個首次十連抽好了 好 看看喔 哇全部都丟出去 囉嗚想有 有一個有一個 於沙漠之子耶 剛剛好像有看到 他必殺機是什麼? 立即恢復損絲的雪量 唉呦有點像是伊索德耶 消耗雪量 越打越強型的囉 然後擊飛敵人 使用後沒明白 對呀 這真的很像 很像理所見喔 叨叨叨叨叨叨叨 ok 我先玩到七天登錄 我先玩到個十集 然後看看這個100抽是什麼樣子 看我會抽到什麼東西 我的關卡超值夠 超值夠 每日可以獲得這個 常駐月禮包 這也是一樣 每天可以選 那個紫色的應該是臭60個 可以換得一個精英的角色 這些都一樣 這些都一樣 英雄禮包 我已經獲得了 哎呦 不錯哦 我獲得了這個 這是台幣還是美金啊 沒關係 現買現省60塊 49.99 算算算算 好 那就我先這樣子玩一下吧 信仰神殿勇者廣場 魔法之助 應該概念跟靜遠征差不多 手勢激活超級月卡送十連抽 好 那我先 哎呦 VIP VIP3 VIP6 一鍵上陣一鍵領取 光會掃蕩 解鎖跳過戰鬥 又來了 我當時我玩無境爭途啊 為了玩到VIP6真的是超級累哦 每天要打工會BOSS 然後還不能還不能跳過 真的是花好多時間哦 那不知道耶 那就先玩到10集再說 看看這個狀況怎麼樣 不然你要到這個VIP6 你才可以一鍵上陣一鍵領取一鍵跳過 每天會花很多時間哦 當時我無境爭途啊 每天打那個競技場真的是打得快崩潰哦 好 沒關係 那遊戲先暫停一下 我先慢慢玩齁 玩到這個10集 等到可以 哇這什麼鬼東西啊 哦 新角色什麼一刀9999 Vincent 文森特 好 那就先暫停一下吧 我先稍微玩一下齁 OK 好 那影片暫停一下囉 好 回到家了 現在是晚上10點50分 但是呢 很抱歉哦 遊戲玩不下去了 不是說不好玩哦 是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狀況 好 好那遊戲已經進 呃就是 我就是在這樣闖關嘛 那剛剛怎麼玩的 大家也都知道 也沒有做什麼其他動作 然後現在開放了這個信仰神殿 那看來升階的方式 應該是跟劍遠征差不多齁 就是 呃 藍色三個變成是藍加 那三個藍加呢 應該可以變成一個紫色 然後紫色加紫色變成紫加 好 然後呢 就 呃 玩一玩齁 點一點 等一下應該會出現錯誤哦 稍等一下 每日千道 欸這什麼東西 補籤要10個哦 哇 這麼久哦 今天 今天在什麼地方 呃 這個這個地方嗎 欸 哦 在這裡 好 簽到 好 獲得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英雄氣息 好 然後呢 就 繼續冒險 闖關 準備進入戰鬥 好 跳過 嗯 怎麼又好了 好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嗯 我本來想要放棄了耶 他一直說那個什麼查詢到什麼數據異常 然後然後就強制跳出哦 好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看是不是還會再出現這樣的狀況 然後那個100抽到角色10級哦 可是角色10級不是指這個 你現在用的英雄10級 而是你的帳號等級10級 那帳號等級10級的話 應該是跟這個掛網的經驗是有關係的 所以想快也快不了 有沒有 左上角 我現在是等級6 齁 這個應該是只有掛網才可以獲得 所以也許要你玩大概一天吧 齁 應該是一天就可以到等級10了 好 那我們就盡量多推一些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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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線的任務 喔 呃 天空之塔 齁沒錯 天空之塔 這個就是 什麼 天空之塔 這個就是爬塔嘛 對不對 然後等到你爬到一定的階級之後就會有這個種族塔 欸 來了 檢測到數據異常請重新登陸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重新登陸 請先登出 好 我也不能登出 我只能把遊戲刷掉 但是我刷掉遊戲之後呢 我在登陸又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就玩不下去了 那我也會順便把這個狀況 然後貼到他的這個粉酸去吧 所以我們就做個紀錄 所以就沒辦法了 我碰到這個狀況 那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也沒有做什麼特別的 其他的動作啊 就 就只是輸入一個這個 GIFT GIFT100的這個兌換碼 然後就卡住了 那我這樣子 重登了好幾次 都是這個樣子 那在外面也是這樣子 回到家裡 用家裡的WIFI也是 好 那不然我們就是 先試玩到這邊 看這個粉裝的小編 會不會回我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拜拜